还是有很多姐妹就是不会分线的啊 那我今天就特别详细的教你们一遍 咱们从我们的卡纸上面啊 把我们的线给他从这上面抽出来啊 四五线的抽四根啊 然后把线这样子给他捋着一下啊 给他对起来 对起来一下 把他捋着来 一定要捋着啊 不要让他打结啊 给他捋着来 捋好 如果你不捋好的话 到时候他分的时候 他这个地方最末尾的时候会打结的啊 之后呢 我们只能把他的线这样子给他对着一下啊 然后用我们的针 这样子挑一下 给他稍微拔拉开一点啊 拔拉开一点 从我们的每一大股里面抽一小股出来啊 一小股一小股的抽出来 用针挑 挑的时候呢 哎看到吗 如果拉出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给他这样子拉 最后我们这两个手指去辅助啊 加住这个绣线 就这样子去抽他 慢慢的拉 不要拉太快啊 慢慢的去抽他 哎看到吗 这样子抽出来 这样子我们的一根线就分好了 然后我们接着 这个线一定要给他捋一下 捋着来啊 捋着之后我们再继续从他的每一股里面 挑一小根出来 不要挑错啊 挑错的话 你们是拉不起来的啊 如果你一根里面 你挑了两根出来的话 那他就拉不起来 一定要只要挑一根之形啊 你看这样子 加住他 去抽他 是不是特别容易 姐妹们 对不起 但是